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言如玉 这里是鲸鱼读书 欢迎大家的点赞与订阅 人生真可谓百种滋味在心头 有的人只是随着时间的大流 糊里糊涂的过完此生 而有些人却从中领悟到了人生的千百滋味 复制于诗词中 最后成就了优美的诗篇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苏氏的七句诗 看清了人间百态 越是平淡宁静的日子 内心越丰富越快乐 一个人成为了神 必定有他的原因 李白因为潇洒 苏氏因为祸大 李白像酒像夜 让人沸腾 迷醉放肆 苏氏像茶像沉 让人冷静 清醒克制 人往往少年时喜酒 而到了某个年纪就爱上了茶 爱上了那种无论吃了多油腻的东西 一口下去顿觉满腹清爽的感觉 爱上了那种入口时是苦的 咽下去 喝一会儿 嘴里又回荡着一丝甘甜的感觉 人往往喜欢在喝酒时 谈最快乐和最悲伤的事 谈梦想 但会在喝茶时 聊聊平淡的生活 聊聊人生 人生到处之何似 应似飞红踏雪泥 苏氏有很多诗 是因为他弟弟苏哲而写 五年前 苏氏 苏哲兄弟二人 曾到过勉池县 同宿僧舍 在墙壁上提示 五年后 苏氏外出做官 又要经过勉池县 弟弟苏哲为他送别 想起勉池就是 颇为感伤 并发出了偶然 还是必然的疑问 苏氏以施作答 人的一生 碾砖各处 像什么呢 正像到处飞的鸟类 偶尔在雪地上 留下脚印 到处飞是鸟的命运 因此是必然 而在雪地上留下脚印 则是偶然的行为 既然是偶然 也便不必在意 就像兄弟俩 曾经同宿僧舍 避上提示 而金苏氏一人前行 都是偶然的事 所以不用放在心上 人生充满了偶然 而我们则需要 用一种必然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偶然 修对故人思故国 且将心火事心茶 施酒趁年华 公元1069年 王安石变法正式开始 由于与王安石 持不同政见 公元1071年 苏氏自请离京 赴航周就任 然而没过多久 他又被调往蜜州 他来到蜜州时 蜜州正处在黄汉巷人 倒贼剑斥的紧张局势里 一年后 他把这里治理的井井有条 重修城北旧台 命名为超燃台 登上超燃台的那一刻 他怀旧 他思想 他未壮志未愁而伤感 可是很快 他又用这句话来宽慰自己 不要对着老朋友思念家乡 那样就会使思念倍增 既然无力改变现状 又何必用感情来折磨自己呢 还是用心火来煮一杯心茶吧 这美好的春光 如果不用来坐视醉酒 那便又枉费了 如果把眼前的时间 都用来怀旧和伤感 那么这一段时间也是伤感的 既然他也会救 与其怀旧 不如联系眼前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远缺 此事古难全 又是因为苏哲 之前说苏是从杭州 被调任密州 这显然是降职了 可苏是并不懊恼 因为这会离苏哲更近 兄弟团圆也就方便些 可不知为什么 两个人都在山东 这一年的中秋节 却没能团聚 望着天上的圆月 酒醉的苏氏 竟然埋怨月亮 故意与人们过不去 接着他比风一转 所有人们都向往欢与何 但这世上毕竟存在悲与离 就像月亮 他也不可能永远如今晚这般 他也有阴雨缺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 如果人们要因为不能 十全十美而感伤 那是大大的没必要了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这是苏氏因雾台事案 被贬黄州的第三个年头 这一年春天 苏氏与好友相约交游 途中大雨忽质 同行的朋友都觉得很狼狼 只有苏氏不这么觉得 泰然自若 盈雨而行 过了一会 天晴了 苏氏填了这首词 人生哪有不遇到坎坷的 难道坎坷会因为你害怕 躲避而自行消退吗 当然不会 反正都要向前走 与其狼狈不堪 不如潇洒从容 走过去 一切都变成了风景 一切都不值一提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公元1084年 苏氏终于结束了 他的黄州团恋 副始生活 凤雕如中 在路过九江时 游览庐山 写下若干首诗 而这一首 是最后的总结 身处庐山之中 看到的一切风鸾和流水 都只是庐山的一部分 而非整体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一件事物当中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非对错 其实并非真正的是非对错 因为我们的眼界 会被事物本身所指导 同时又会受自己的好物所左右 所谓 当局者迷 人间有位是清欢 同样是1084年 去汝州上任的途中 他还经过了一个叫做四周的地方 受四周有人刘倩书所约 两人同游四周南山 五间 两人在山间水盘煮茶 采摘鲜嫩书过也菜做茶事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无酒无辱 也无私主歌舞 但却让苏氏感到了人间真正的味道 总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们内心渴望声色全马 追求功名利禄 沉迷灯红酒绿 觉得这样的生活殆尽 刺激 但据很多得到了这些的人说 这样的热闹力 是无尽的寂寞 转而发现 越是平淡 宁静的日子 内心越丰富 越快乐 一熟一饭 一朝一夕 人生如逆旅 为是行人 苏氏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 与他相识的人 也多半过着四海漂泊的日子 苏氏在杭州做官时 老友钱募资绍兴而来 途经杭州 略作停留 又要启程河北 苏氏送老友至江边 离别至寝乎上心来 但是他却说 人生好比一家旅馆 你我都是其中过客 我们长音身边的人 身边的物 来了 走了 而喜 而忧 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过客 所以注定不会有一件事物 陪你走完一生 因为没有人陪这个世界走到尽头 可用哲学的方式去想 无论我们去向哪里 终究离不开这宇宙 于是也就没有真正的分别 去读苏氏的一生 会发现他这六十四年里 其实充满了不幸 但去读苏氏的诗文 又仿佛他的生活里尽是逍遥 为什么 正如斯宾莫沙所说 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 理解的范围有多大 他就在多大的范围内 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 而不为他们受苦 今天就分享到这 这里是鲸鱼读书 愿书相常伴于你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